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出来之后大家对他有好多好多问题啊 这一回呢顾力雄新任的国防部长下令了 全军主官留职是恢复常态 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过去两年 那邱国正部长呢认为说 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势比较紧张一些些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有要求正副主官 其实不能同时休假或离营 就是要有大人在家的意思 但现在呢这个我们的部长顾力雄 他认为啦长时间的运作 其实都已经有一定的相关经验在累积嘛 所以他要恢复各级正副主管留职规定是恢复常态 他有特别讲哦 他说这个其实不叫做所谓的秋归顾未遂 这个是在邱国正部长任内 其实就一直有在讨论 那只是他现在呢拍板定案 做这样子的一个宣誓 大家开始在讲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情势没有那么紧张吗 另一件事情呢则是 大家问到第一集 他说不要讲第一集啦 我们现在讲叫做行使自卫权 他定了一个调叫做共军如果进到我们12里的领空 或者领海的话 那么我们国军呢就可以行使所谓的自卫权 依比例进行自卫反击 只是当时军演的时候 到底他有没有清楚的下达命令 今天也被问到这件事情 来听听他的回应 部长在0523解放军在围台军演的时候 只花了20分钟听取各单位的简报 就离开恒山指挥所 请参谋总长直接主持长达五到六小时的战备会议 部长没有作证指挥 5月3号那一天早上在7点半就开战敌请汇报 那在这个中间就已经接获 这个共军要实施这一个联合力见的演习 所以在当下就已经做了一些指示 就这一个作战层级 或者是战术层级的这个部分呢 我就交给参谋总长 还有特别强调 我哪有没开会 有的 我有开会 但是呢 他也承认就作战层级 或是战术层级的部分 他是交给参谋总长 他去做指挥的 而他先前有特别讲到 会接到AIT的电话这么一件事情 今天也被媒体问到了 他的讲法是说 我没有接到电话啦 但是呢 我只是想说 台美军事合作 很多只能做 不能说 好 这样子的一个定调是什么 是他认为 台美关系其实越来越紧密了吗 应该是这样 因为当拜登 在提所谓出兵户台湾的时候 顾立雄他就很感谢对方 说呢 这个叫做强化自我的防卫能力 也显示台湾的一个重要性 但是呢 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 后续的一些报道 因为苏立文出来讲的就是 我们还是重申 一中政策 是没有改变 对岸的讲法就当然是 任何的威胁啊 都动摇不了 就是对岸呢 他要捍卫他们完整的领土啊 这些决心 然后呛 任何威胁都不影响统一 其实呢 在美中之间的军事较劲 已经不用多说了 因为来看看最近 在东北亚这边呢 有蛮多的变化 当美国的航母先生在大陆的门前 也就是在日本这一边 过一阵子可能还要所谓的美日韩演习的时候 也看到了对岸呢 出了一个双尾蝎的无人机来反制 后面有两个尾巴 这个呢 是被日本这边发现说 他是进到了飞越宫古海峡 进到了西太平洋 然后到达冲绳以南之后再回去 那这一些作为呢 大家开始在讲 会不会其实就是 无人机要来侦查美国航母 希望能够加以反制 说到无人机对岸呢 全世界都知道 他们算是强项了 而也发现说 有一艘航母看起来怪怪的 体积没那么大 很可能就是无人机航母 这个呢 都是美国卫星下所拍到的 在想 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样新的技术 还没有被更新到 这一些美中之间的 受肌肉军事教力 其实呢 一直以来都在国际社会 在军事迷当中广泛的被讨论 但是回过头请教亮哥 对于台湾来说 应该有自身的一个看法跟利益 现在新的文人部长 国防部长上任 他下令的第一件事情 叫做全军的主副主官 其实呢 留职是恢复常态 没有关系 可以同时休假或离营 有事再报就好 因为 顾立雄有一些新的指示 是对比邱国正 对 那在这个时候 给人家感觉有放松的味道 那事实上坦白说 联合力建军演是 那个顾立雄上台之后才发生的 邱国正那个时候 事实上只是共军逼近 然后邱国正就说 他睡不着觉你记不记得 那后来邱国正 也在立法院说出了第一级 他认为要有新的定义 那引起很大的争论 不是吗 那你会觉得邱国正那个时候 所面对的台海情势 会比现在更危急吗 我相信全世界 都认为现在应该更危急 更严峻吧 包括董军讲那种话 包括联合力建军演 2024A 后面可能还有BCD 那结果顾立雄刚上台的 这个连续的指令 给人家感觉都是在放松 这个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我说实在 就他即使要让军人 能够恢复正常的休假 他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宣布 他这个时候宣布真的很怪 那这样我们的飞行员 是不是也要 不要让他们那么累 我们飞行员一天到晚 在紧接升空 这个我们张司令最了解 很辛苦的 所以今年借退 刚好合约到期 很多人想要转到 这个航空公司 去当那个机长 不是吗 就这里面恐怕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怪 就至少大家是很好奇说 你面对这个解放军 可能还会增加 升级军演的态势 比如说 我们也看到金门那边 出现了两艘登陆艇 不是吗 那我们也跟肩了 那联合立舰A 事实上他的规模 也超过预期嘛 结果你这个时候 好像很轻松 而且他讲这个话 实际上并不清楚 共军进入十二海里 领空领海可下令国军 行使自卫权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指 然后他又说 依比例进行自卫反击 我跟你讲 军队的SOP不能这样写 其实军队的SOP 我想张将军比我清楚 都是一动 就是一说就一个动作的 很清楚的 什么叫做依比例 你认为那个飞行员可以判断吗 依比例 怎么可能呢 一定是什么事情发生 你就要做什么动作 一定是这样吧 我不知道他如果做第一集 要不要回报长官 还是他自己可以决定 因为十二海里已经非常近了 我觉得顾立雄在这里 并没有讲清楚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邱国任才会睡不着觉 所以我觉得这里凸显出一种问题 就是他对那个 那个军事的真正的 那个现场的实际状况 他没有办法体会 这个张将军当过飞行员 我想等一下由他来说明 就是说你不能体会 人家在第一现场 必须要做出全变的决策 你要给人家 你要给人家指示 是什么样的权他可以做 那可以不受处分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 那当然马文俊问 那个也是有意义的 就说他就交给参谋总长 他说有关战术的执行 实际的军队的 这个怎么样去做战术的推演 由参谋总长去负责 那这个跟你前面讲的 也有点矛盾 那既然参谋总长都比你懂 那请问你7点半 你是做了什么指示 你怎么能够指示呢 如果你对参谋总长 懂得那些所谓的军事的 战术的部分 你是如此不熟悉 然后你谦虚说我就离开了 你怎么能做指示呢 而且他也承认后面 开了五六个小时 你如果不熟 不是应该坐在那边踢一下吗 你怎么就走了呢 那请问你到底要负责什么 难道你当国防部长 就如我所听到的 你只是要负责军构跟建案的管理监督 以及军中的转型教育吗 难道你只负责这两样吗 那有关台海的严峻的情势 我不知道你如何下台指示 因为军构跟建案 还有这个军中转型教育这种东西 都不是我们对一个国防部长的期待而已 国防部长我们会想说 国家碰到危机 你要有指挥的能力 且不要说是你自己指挥 可是你自然要进入状况 你自然要知道 台湾现在的状况是怎样 然后你就战略面 因为你跟总统跟国安会会比较有接触 那你总要有一点sense 怎么在这个时候就通通都交给参谋总长了 所以我是觉得有点怪 就台湾来说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氛围之下 大家会希望说 即便他可能没有真正在做 这个所谓的战术层级 或是作战层级的指示 但是应该要听得懂 或者是应该要看得懂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司令 原因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问询当中 寻答当中 他也很明确的讲到 进到12海里的领空领海的时候 就可以下令国军行使自卫权 那大家就想问了 他的一比例 因为你明确的讲出来 如果人家真的飞到那里的话 那你要怎么做 对这个可以讲在12海里 进入12海里就可以行使自卫权 并在按照比例 那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比例 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十 我认为这个要很明确 这不能有任何模糊空间 因为兵凶站围 这个一定要谨小胜围 非常谨慎 不能有任何的模糊地带 这个非常 这个开玩笑 这打起来这不得了 如果所以这个授权是由 哪里来授权 空中的领队 就是可以做决定了吗 还是海上航行中的舰长 就可以下令 直接 因为已经到了12海里 他就可以按照这边 以比例进行自卫反击 那这样的话 我认为不要有任何的模糊力 因为每一个人主观都会换 今天这个一年之后 这个舰长干完了 或者这个飞行的领队干完了 下个副舰长上来了 会换人 你这个如果有模糊空间的话 那这样换了一个人之后又不一样了 因为定义不清楚 每一个人的解读的状况 所阐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这个要非常谨慎 那这样的话 有点点就是说 这个模糊太模糊了 这个弹性太大了 我认为这个 这一方面要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谨慎 因为开战容易 但是要结束战争是很困难的 不管是乌克兰战争 或者这一次的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都是一样 冲突是很容易就发生 但是非常困难去收拾 那像您当飞官的时候 交战的命令是什么 您的权限会是什么 那时候空军 那时候作战司令部 后来会变成作战指挥部 要向他们做请示 他们会下达 不是空中领队 空中领队的话 他上面下达 我们空中领队就要做了 那有相关的战备规定 规定得非常清楚 35海里的状况是怎么样 在侧边25海里的状况是怎么样 在后面15海里 都规定了 不同的位置还讲得非常清楚 对 非常的清楚 而且都要考试 飞行员都要考试的 对 什么叫防空紧急 当雷琴显示敌对之空中 这个空中行为 已正在进行或迫在眉睫 而必须采取之一种紧急作战行动 我们都背得非常的清楚 所有飞行员要牢记 而且还考试还不能错 错得不及格停飞 是这个样子 我们飞行员每个人都按了这个 鬼顶来走 所以很严谨 因为这个不可而戏 因为这是国家大事 不是只是一个分队 如果我们就空中 没有上面指导 我们就直接把它击落了 开玩笑 那击落是很简单 发射飞 那一按就击落 但是问题是击落之后 那不得了的事情就爆发了 会这个状况 我认为部长他现在 这个全军的主官 留职恢复常态 我认为这个 要做三件事会比较好 第一件事 军人的工作压力大 而且军人的收入比较低 是不是给军人加薪 加一万 因为最近我认为 军人的工作的负荷太重了 这个而且自我伤害的 案例也多 前一阵子的这方面都有记录 我是不是给他们加个薪 加个一万 我买六千多亿 那你加一万 十五万人才十五亿 不多 我认为多照顾军人 对军人不要吝啬 加深的士气都提振 我认为对军人的照顾 他都会用在他的工作上面 他更爱着我 他更容易留在军中发展 我认为这样子是很好 第二个我认为 那个有某一个执政党讲 军人是米虫 我认为部长应该出来 这些劳苦功高的将士 绝对不是米虫 也要出来讲 因为以前他们讲 军人是米虫 这个对军人伤害非常大 有谁 哪个年轻人 要过去当米虫 我认为这个部长出来讲 劳苦功高的将士 绝对不是米虫 为了国家 为了台湾 要这个要来讲 所以要这样来说 第三个我认为 要完全落实依法行政 因为不能按照个人的喜好 而不按照法律来走 我认为要这样子 以前没有按照 无法行政的 以前的大家来检讨 现在以后 他上来的时候 完全依法行政 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 你在依法行政之后 军队每一个人 还专专专专专专专做事 不是这个风银拍马 在那边屈原布施 就不会了 整个战力就会强起来 所以我认为 先落实这三项 这三项很容易做到 而且国军战力马上就强大 是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大宗老师你怎么看 对 我觉得顾力兄 有句话我觉得本来就是 就是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 很多东西只能做不能说 其实本来就是如此 就是要低调 就是要务实 很多东西就是不能敲锣打鼓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过去几年之间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有些时候 我们过度的宣传一些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关于拜登说 不排除动用武力保护台湾 他在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还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它是第五次 我们把它算的是第五次 但前四次是哪时候呢 大概集中在2021到2022年之间 包括CNN CBS ABC的专访 还有2022年在5月 在公开的这个记者 被问的场合 代表说看起来2023年 去年包括台湾大选 整个情势是比较严峻的 其实拜登并没有讲话 所以这一次讲话我觉得 当然也是他延伸他的政策 但是我觉得还是跟 也许还是跟美国的国内大选相关 因为当川普讲了很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轰炸北京的话的时候 拜登在这边把他的立场 讲得更清楚一些些 但我们还是要知道是 美国的政治还是就所谓的战略模糊 这并没有很明显的改变 这一次其实拜登在 时代杂志讲话其实也很有趣 他其实说不寻求台湾独立 但如果北京试图片面改变现状 那美国也不会不 用双重否定 也不会不防卫台湾 那记者就追问 会不会动用武力 不排除动用美军呢 他才讲说 不排除动用美军 但动用派进海陆空军 还是有所差异的 其实这个讲法 其实会蛮符合一般的一个认知 但是大的架构 我们必须还是要知道就是战略模糊 而且这战略模糊是有很长远的历史 先不管在1954到1978年 当时我们有 我们跟美国还有共同防御条约 1979年之后 我们有台湾关系法 但台湾关系法一直到现在 就是战略模糊 因为他的条文里面讲的 就是给予美国的总统 最大的一个行政裁量的空间 跟他决策的余裕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是的确拜登在这四次讲话里面 他往清晰的方向移动 他其实大概是要增强美国对 北京的贺阻实力 不希望北京在新的局势之下误判 或是造成一个所谓的 不该爆发的台海冲突 我觉得这是拜登讲话的重点 但是应该还是跟 美国总统大选的氛围是相关的 应该跟选举还是有些关系 谢谢大家